记者罗田兵台北报道,空军年度大部队战机红蓝对抗的天龙操演已经结束,空军官员今天说,天龙操演期间为了模拟在敌火下救援失事的飞行员,出动空军及陆军的三型直升机共同进行救援行动,既要防范敌军攻击,又要成功救回飞行员,困难度相当高。 空军官员说,过去的搜救救援任务从来没有过加入攻击军的角色,这次则是模拟兼职的战场环境,加强我军机遭到敌机攻后失事,在攻击军势力尚未被击退之前,我军要冒着被攻击的危险,出动空军及陆军的直升机进行联合战场搜救。 官员说,这次状况是模拟由两名飞行员在失事后跳伞,但却陷入敌阵,急需救援。 国军首先由OH-58D战搜直升机实施战场环境侦测,并将敌军状况及待救者位置,以无限电方式回报至AH-1W眼镜蛇攻击直升机,实施敌军部分殲灭及火力质押。 接着是在确认现场安全后,立即由空军S-70C直升机快速进场,急停及落地,由机上人员接应待救援成功后,便以最大性能离开现场。 军方青年日报访问参与这项演练的空军救援队飞行官孔少校表示,在战场环境下实施救援任务,需事先掌握敌军的火力及相关资讯,与一般救援任务的单机作业有极大的不同。 然而此次与陆军联合操演,虽然与不同军种的飞行特性搭配,但在事先已进行整备,因此默契上来说相当顺利,也是很难得的飞行经验。